机场有嚣张的机场黄牛 而在市议会则是有嚣张的议员助理 这是台北市议员王敏昇的助理陈嘉正 24号深夜酒驾累饭被开罚 结果因为天色昏暗 原警在开罚单的时候 不小心把地址输入错误 但是陈嘉正当场并没有提出异议 反倒是签收下来 反倒是隔天他却冲到派出所去呛瞎 要所长跟开张的原警 通通到议会去罚站 态度十分嚣张 而王敏昇知道之后 赶紧到派出所道歉 不过闯获的本人陈嘉正 却是没有亲自现身 被质疑是诚意不足 中午时间两个人气呼呼 走进派出所 画面中右边这名男子 就是台北市议员王敏昇的助理陈嘉正 冲到派出所理论只为了一张罚单 当时陈嘉正就在新店保高路 其他的重机被警方酒驾蓝策 而且他事后不服 竟然跑去派出所呛乡 24号深夜十点 陈嘉正酒测值达0.2毫克 由于前年也曾酒驾被抓 这位被抓面临吊照 还得背开9万元罚单 他炉了两个小时 结果远景车号输入错误 弟子从新店变成万华 陈嘉正也没反对就签收 隔天中午就冲到派出所呛下 要所长跟远景到议会罚站 态度十分嚣张 相当激动的跟我们的远景 讨论这件事情 那其中的话也有讲到说 要请我们的远景跟所长 到议会去做说明 他今天没有办法过来 我也请他尽快再过来 但是我希望他真的深自的反省 希望当事人能出面 没问题 至今爆发 适应员第一时间开除陈嘉正 亲自跑到派出所道歉 只是当事人没出面 诚意不够 远景自私受创 恐怕短时间无法平复 继续来陈正茂 中文载SN小组 新北市报道